你在看的是GIGABYE PLUS的學頻道 上一個章節教了一個叫Scale的東西 其實我經常都會講Scale的東西 今次這個章節將會是相當之實用的 原因是會講一下 我們經常講來講去的Scale 都是會玩一格的 或是會玩一個一個紙包 今次是講幾個在不同的走法上 我上網都有人問過我 第一個我剛才認識了 在高紙包一點點 好了 拿了這個度 拿這個度 我們做第二個紙包位 放在繩子裡 OK 然後 又是用回合的 1 3 然後下邊先 1 2 4 1 3 4 1 3 1 2 4 加起來就是這樣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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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1 2 1 4 2 2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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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好棒 好耶 OK 那這個做了什麼呢 你會發覺我玩的音 盡量低能一點 讓你聽得出來 簡單一點 讓你想到直上直落直上直落 那當然如果你聰明一點的話 你可以做這些 可以這樣也行 OK 試一次 剛才是做什麼 第一次我做的 是用一個scale doe mi fa so la ti do 可能是玩高off tip 低off tip 在不同scale的位置走法 用這些音的排列 上上下下下下下下這樣做出來 但如果玩得深一點的時候 可以用scale的音 去做一些變化 譬如說 即興 這個也是一個簡單的理論 告訴你 為什麼有時候solo 走走走走走 突然間飛過來 其實他都玩一個scale的音 只不過你玩的效果會不同 譬如說 一個效果沉實一點 是比較高一點的 然後我想做一個solo性大一點 高音一點的 玩高弦位 那就會走高弦位 這個就是在不同的scale 擺位指法上的形容 這樣說的很空泛 你們也看到我 現在有兩三間東西在玩 如果有人聲的話 可能你會感覺到不同的 才會傳的 OK 譬如說 我們在這裏開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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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uzko 這就是比較不同的分別 沉濕與高昂的效果 所以總覺得我們不會使用兩行 造成一種不同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第一步 什麼都不要理會 先玩熟了三款走法 三款走法 然後試一下才用一個 你自己想一下那個melody 我會不會這麼快跟歌的 應該說我可能自己錄一段 或者我用我這一段soundtrack 一個很簡單的rhythm 然後我自己不斷就一些solo 所謂的free jam 所謂的freestyle solo 一個簡單的東西 初學人士先做這一部 就是我不跟歌的 不用跟那個melody 不要麻煩 只是聽著那個叛奏rhythm結他 然後自己在solo走一下scare 練熟自己的scare走法 你可以不斷在那裡 做你跟我走的 做你跟對方都可以 這是第一步練你的solo 練你的beat guitar技巧 就是做這件事 跟著這條soundtrack 練熟你的solo 練熟第一個指法 第二個走位 第三個走位熟了 下一個單元我會說 究竟如果我有人聲的時候 我應該什麼時候做什麼 下一個單元我會講 如果有不明白的 可以在facebook問我 同時如果你想看其他電影 其實在下面有什麼描述和描述的東西 由我網址可以有詳細的分類